在1984年的6月11日到18日 全国首次五奖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 在福建省三明市召开 三明市这座福建西北的山城 一下子闻名全国了 那么这次会议 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召开呢 当然是因为它走在了五奖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前列 那么在全民文明礼貌乐活动当中 三明市成为活动的试点 声势浩大的这种五奖四美活动迅速在全市展开 那么据记载呢 仅这个文明礼貌乐活动这一个月期间 全市就出动了1159辆机动车 16万人参加 清理污水沟近2万米 拆除违章搭建的这个房屋 1800多件 新制了数目43万株 可以说是人人参与全民动员 创建活动呢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三明市结合这种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治理张乱差 也取得了优异的成就 那么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制度的保障 那么三明市呢 也逐步建立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管理机制 把精神文明建设呢 主要的指标纳入到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中 建立健全了以市委书记为主任 市长为第一副主任的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 把精神文明建设呢 与各部门 各单位的业务工作呢 紧密地结合起来 做到各司其职 齐刷共管 可以说啊 正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这份坚守 让这个文明之化 结出了丰硕的硕果 三明市啊 连续四届 荣获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先进城市 先后荣获国家卫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坚持 注就了满意在三明 这样一块精神文明建设最闪亮的品牌 这是一块儿画的吗 塔里有一个坚持 然后是一个坚持 那是一个坚持